卡動脈那邊做氣球擴張 那氣球擴張撐完就回家了 氣球也就拿出來了 可是回家兩三天後 他在家裡突然昏倒 然後他送到急診室的時候 他們幫他看 傷口整個腫起來 整個後腹膀腔都是雞血 就是他是血管蓋化 血管蓋化再加上 抑血功能臨場 所以他回家之後又持續流血 後來變成一個 假性動脈瘤 所以假性動脈瘤就是 我們的血管破一個洞 那血一直噴出來 然後被旁邊的軟組織包起來 那假性動脈瘤有時候破掉 那就大出血 那時候就很麻煩 因為假性動脈瘤被包住了 血壓還可以維持穩定 我們把那個動脈瘤切開來 那就大噴血 所以後來是想辦法 他本來是左邊開刀 我們是從右邊穿刺之後翻山 就是從那個肚子那邊 翻到對側去 然後放個支架 翻山越靈 把那個血管破洞 把它擋住這樣 擋住這樣才打蜜救回來的 像我家是有遺傳性的糖尿病病室 但是我必須要講 因為我奶奶46歲就過世了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什麼叫糖尿病 在我奶奶那一代 沒有人知道什麼是糖尿病 對 沒有人知道 而且因為我們在鄉下 糖尿病不是從明朝的時候就知道 還沒有人在鄉下 大家的資訊證 欸 資訊證沒那麼多 對 大家的資訊證沒那麼多 然後 你知道而且像我爸爸媽媽 他們是在 我爸爸是在50歲的時候才發現 她有糖尿病 我媽是在她40歲的時候才發現 所以那個中間其實有很多 很多資訊我們是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在國二的時候 我姐姐國二的時候 她體重大概70幾公斤 非常大K你知道 就是養得太好了這樣子 然後她那時候她就是盲腸炎 然後我想說我們大家都覺得 小手術我媽就是盲腸炎炎就好了 那我想沒有什麼 那我想我不用去看她 她的確就是割掉之後 她就回家了 結果第三天她在學校 不知道怎麼了 直接送到 再送回去那個醫院 所以我姐姐就在那邊 住了快兩個禮拜 然後我去看她說 我姐姐是一直在瘦 一直在瘦 結果之後才發現說 可能她體質的關係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糖尿病體質的關係 我們到現在還是無解 她現在家醫院已經關了 我沒有曉得 因為妳姐就關了 盲腸炎 變成腹墨炎 對 對 然後所以她整個人 她因為這件事情 她整個消了15公斤 那也不錯啊 不是 就是不錯 我媽都覺得到說是蠻開心的 可是 她就變成一個很奇怪的體質 我姐姐只要任何動刀 她就出事 消到的時候發燒 明明只是發燒進醫院 躺下去就好了嘛 變成肺炎 好 肺炎已經夠嚴重 覺得好吧 那就肺炎還是要處理 又變成肺積水 所以她所有的病症 只要她進醫院 有動刀或怎樣 都會變成血球越滾越大 她就滾到她現在 她前幾年發現 她這邊有一個 頸子有一個小小腫瘤 然後就是她 我們就覺得 要去找小東西去處理一下 她不敢去 她就對醫院 或是對動刀 她非常害怕 因為她每次一進去 小事都變大事 然後一注意的時候 差不多一個月 很誇張 所以她就很害怕 其實糖尿病的病人一定是這樣 因為糖尿病人血管不好 如果要血管不好的話 任何傷口都是需要血管去供應的 所以她任何傷口恢復都不好 而且糖尿病的免疫力本來就比較弱 所以她非常容易感染 可是我們外科醫師開刀 我們其實不是說我們不怕糖尿病 但糖尿病不是被我們擺在第一位 其實我們最怕的是肝不好的病人 肝不好的病人很麻煩 因為肝不好的病人容易 就好像威脆剛才講的 很容易流血 因為她血要板很低 而且她免疫力本來就很差 所以肝不好的病人 可是有些 她肝不好的病人 她如果得到腹膜炎 你還是得開 可是如果說像有一些病 有一些刀是可開可不開的時候 你就會很猶豫 我們最久的病人 她才50幾歲 那時候我當住院醫師說 她就是一個膳器 我們想說膳器也不是一定要開 你有時候 你肝這麼不好 你膳器在那邊 如果不是腸子卡在裡面 你就不要開 可是她病人很尷尬 因為她的腹水一直沒辦法控制 所以她的膳器會很大 因為她才一站起來 那個水的時候那個洞就流出來了 你這邊就馬上鼓起來 而且鼓得很大 所以她覺得很難看 而且她又影響到她日常生活了 所以她堅持要開刀 其實我們是勸她不要開 我們勸她不要開 可是她就堅持要開刀 所以那時候那個主治醫師就幫她開了 我們知道她很容易流血 所以我們開刀的時候特別特別小心 都確定完全確定沒有流血之後 再把它封起來 而且封起來之後我們還加壓 一般我們看三技師不會加壓 我們還拿那個沙布一大堆 用沙袋給她這樣壓著 就隔天她就流血了 剛開始一流很紅的時候 我們想說 因為她再開進去很麻煩 我們就給她冰覆 就冰到價格越補越大 沒辦法 後來主治醫師就決定再進去止血 就止完之後 這次真的止住了 可是第三天 第四天之後 上個就開始感染 整個裡面都爛掉 一直流濃出來 沒辦法照去跟進去開第三次 把它打開來清瘡 就我們清瘡都清了三次 最後病人竟然因為上後本來死掉 而且快 對 因為她突然是整個都爛掉 越清越爛 越清越爛 而且你發現好像不是 一般會死都不是因為 她那個癌症或什麼樣死 都是什麼多重器官衰竭 這個多重器官是指到最後的 每個病人的死亡到最後的Ending point 幾乎都是多重器官衰竭 對 可是都不是因為那個病死 她不是 她不是因為三斤死掉 她是因為我們要去處理她三斤而死掉 對 我想我們在講這個開刀怕什麼東西 我們外科醫生都很怕肥胖的 胖的 像以前在美國 我們常常看到一兩百公斤的 是經常看到 那個器械都不夠長 手伸進去連手肘都還在 埋在肚子裡面 很難開刀 止血困難 很麻煩的你知道嗎 但是比較少見 真的 對 真的 這身體器官整隻手伸 很難操作 真的很難操作 所以知道 我們甚至有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美國他們當時都建議說 子宮頸癌 很多初期的我們都開胎 為什麼不開 我說沒辦法開 太胖了 太難開 所以他們直接就說反正 話晃了效果跟開刀一樣好 那雖然年紀輕輕也不開了 因為太胖 那我今天分享比較特別是 太瘦的體質 好羨慕喔 對 你看 他很頭痛 他很頭痛 這病人很頭痛 他長了巧克力兩種 小病嘛 巧克力兩種 但他的體重 來找我的時候只有39公斤 他身高160 所以算一算BMI沒有16 不到16 很瘦 我說這麼瘦 那你開刀很麻煩 他說不會吧 開刀不是很好開嗎 瘦不是 就剛講的是倒過來比較好開 我說不是 我是怕復原 因為你的營養可能不太好 我說你要不要加強營養 他說有什麼加強 我說什麼都我在吃 後來發現他吃的是不多 量不多 也滿挑食的 結果後來他說 醫生我暑假才有空開 現在離暑假還有四五個月 有沒有辦法 先控制他不要長大 我說就擺著看看 不要光擺著 你給我治療一下 至少壓著 我說壓著那倒是有藥 好 我想到一個藥了 有一個藥可以讓你 讓他目前腫瘤不會變大 因為他讓你疫情會暫停 那你就停這四五個月 不過他有個副作用你應該很喜歡 他會變胖 他不是說不少病人是會胖個 一兩公斤兩三公斤 那我想說 我有一個病人體質不一樣 他吃那個藥他胖了五六公斤 受不了趕快說 醫生我要自費打針 我不要再吃那個藥 結果他呢他就吃了大概三四個月的時候跟我說 應該怎麼一公斤都不增加 我說你量過了 真的都不增加現在只有三九啊 不到四十啊 我說蛤 你就這樣他說 對啊這副作用我想要的也沒有啊 結果等到那個開刀的時候 很順利嘛 真的很好開 對啊 結果等到開刀的時候 開完刀 大家都是這種刀是複槍鏡 今天住院明天開刀 大後天就回家了嘛 術後兩天幾乎都是回家的 結果他回家 過一個禮拜就跑來 醫生這怎麼回事 我一看 哇 三五感染耶 我說趕快趕快 這不是逢腺農氧 這是感染 逢腺農氧會比較晚出現 他那個當週就出現了 我就說這個感染趕快來處理換料 他說要住院 我說這不用住院 還可以控制得住 也還沒有到化膿發燒 但是很明顯已經 紅腫熱湯都出來了嘛 就是發炎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跟你講你一定要想辦法 你沒有蛋白質 蛋白質不良的話 那你現在又感染了 會更慘 他說怎麼辦 我說你天天 瘦肉 魚 天天照三餐吃好了 連早餐都去吃那個 那個什麼 寂寞 寂寞 搞了快一個月 才勉強弄回來 所以有些太胖不好 太瘦其實一樣不好 對我們來講 所以各位知道我們到醫院 如果你出診的話 醫院現在大部分都問你幾公斤 不是要 你死太多了 幾公斤就算了 最氣人的是量身高 你瘦胖 他要問我說170啊 是嗎 量量量量量 168 很大 那個真的是物 那個體重 因為體重80公斤以上 那個藥量要加一倍 抗生素要再加一倍 是不會要加一倍嗎 對 遺孕料也是要加一倍 都要加量 如果40公斤以下 可能要使用兒童劑量也不一定 所以 所以等於是醫院是為了這個 了解營養狀況之外 用藥也要參考的 對 而且麻醉師有時候 要麻醉的時候問我們幾公斤 你講完他說你好胖 這算傷害 化療的藥也是根據那個體重的 所以都被你說 為什麼我比較貴他比較便宜 我說他比你千塊你不要重 那你們真的我說不對 那是誠心的 誠心開藥 可是我們需要知道你幾公斤 才可以知道麻醉師要打多少 就像剛剛之前說講的 其實我們麻醉科也會做一個業務 就是我們會去做那個 無痛腸胃鏡 就是現在大家健康檢查 不都會做腸胃鏡嗎 其實腸胃科醫師跟麻醉科醫師 就是我們很害怕那種過瘦體質的人 因為他肚子很小 所以他所有的腸子可能都捲在一起 然後他的腸子就會有很多髮夾彎 那那個腸鏡有的時候 不太容易轉彎過去 他腸子破裂的風險 就比一般很高的 那這樣比肥胖的人還困難嗎 對 論腸胃鏡這件事情來講 其實胖一點好做 像我肚子很大 我去照腸胃鏡 一般人要不一個人用燈筒 我30分鐘就過好了 30分鐘就過好了 很順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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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哪些體質 讓開刀的醫師都害怕呢 更多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夢想